大家好 这两天狗哥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看到一篇网文 他的名字是从软埋到软肋 方方的笔 叶大英的嘴 郝海东的腿 这个文章说 中国的网络上 最近有三个人 一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第一个是方方 第二个是叶大英 第三个是郝海东 今天这个影片的标题 狗哥还加上了第四个人 就是徐晓东 在这个中国的网络上 徐晓东是早就被全面封杀了 东哥已经是转战到油管推特上了 但是狗哥可以肯定 如果徐晓东现在还能在中国的网络上活着 那他肯定是跟方方 郝海东 叶大英 是一个待遇了 就像这个网文里说的 已经陷入到中国人民舆论的汪洋大海了 在这狗哥先说一下 今天狗哥提到的网文 其实写的真的是很差 首先就是这个语文水平不及格 到处呢 都是语文上的错误 这篇网文呢 应该是中国的一位后浪写的 90后甚至说呢 是00后 那这一代人呢 他们应该呢 是伴随着中国的互联网长大的 看的网文呢 比正式的书要多 所以呢 狗哥呢 就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中国的这些个90后 00后里啊 有很多人语文水平是不及格的 甚至说呢 是很差的 这个呢 从他们在网络上的这个发言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其实呢 中文应该说呢 是一种比较优美的语言 可以非常准确的 非常优雅的用来表达 你像非常优美的一些中文的语言 落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那这些话呢 都是中文的非常优美的表达 但是现在呢 大家在中国看到的都是什么 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中文表达 在网络上是不是到处都是什么 你妈死了 都是骂人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播 都是在说嚼屎棍 对不对 所以呢 出现这些事啊 真的是很让人遗憾的事 当然了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的 这个语言呢 总是要发展的 要演化的 但是呢 狗哥不认为啊 现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这种 非常粗俗的语言 非常粗俗的表达 就是中文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语言粗俗化的背后啊 反映出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狗哥认为呢 是这个社会存在着一种很暴躁的情绪 另外呢 就是这种思想的贫乏 那今天狗哥提到的这篇网文呢 他的这个语言表达水平也是很差的 那为什么狗哥还要说这篇文章 因为这个网文呢 他有很强的代表性 大家呢 来看这个文章的结论的部分 他说这个方方的笔 叶大英的嘴 郝海东的腿 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但是他们并不在这代年轻人的心中 方方错了 这个呢 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这代年轻人 他们看扁了这代人 包括叶大英发飙 跟这个郝海东夫妇被对 差不多都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干的 年轻人有思想 有见解 能够独立思考 不会被愚弄 更关键的是 他们生活在中国最好的时代 接受良好教育 享受最好资源 你给他们讲软埋 你写封城日记 只能让他们耻笑 并无情的嘲弄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老皇帝真就过时了 这个网文的结论呢 就像是这个方方 郝海东 叶大英 当然了 还有这个狗哥标题里 加的这个徐晓东 网文的作者就认为呢 刚才狗哥说了 这个作者呢 应该是90后或者00后 他就认为呢 这些人正在被中国 现在的这个时代淘汰 文章的最后呢 还有一些结论 是对方方 叶大英 郝海东 进行盖棺定论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 说这些人呢 是既得利益者 而且希望获得更大利益 第二 他们享用特别话语权 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 第三 通常他们的表现 折射出历史积累 与现实契机 这个呢 就是狗哥说的 这个语文上的毛病 什么叫他们的表现 折射出历史积累 与现实契机 这个呢 明显的是一个病剧啊 第四 对年轻人不满意 常常低估年轻人 又无可奈何 第五 想用他们历史那一套影响 可惜年轻人不买账 第六 对国家与社会有积怨 多是因为历史问题 第七 是一种历史的遗情 影响现实的三观 这个呢 又是一个语文上的病剧 这句话呢 好像呢 是要知道 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呢 他的这个表达呀 又明显是有问题的 第八 看问题双重标准 精致的利己主义 第九 迁怒 以自我为中心 倔强 有历史的经验主义 第十 成为舆论的对头 被批判反击 陷入循环死结 这个呢 就是这篇文章 中国的九零后 或者是零零后的作者呀 对中国两代人的盖棺定论 因为方方和叶大英呢 都是出生在一九五零年代 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呀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 那郝海东呢 是七零后 跟徐晓东呢 差不多是一代人 作者对这两代人的盖棺定论 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说呢 他们都低估了中国的年轻人 九零后 零零后 但是呢 又无可奈何 因为年轻人呢 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 那方方这个话题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呀 应该是说过两次了 所以今天就不再多说了 狗哥呢 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 就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4亿人口 出现了这么大的灾难和问题 然后呢 大家呢 不去监督 不去问责 政府呢 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反而呢 是一个作家的日记 成为第一大舆论热点 全国呢 都在讨论他的日记 应该怎么写 应不应该在国外出版 这个本身呢 狗哥认为 就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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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的事情 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呢 就是狗哥对方方这个话题的看法 那关于叶大英 狗哥呢 也不想多说 叶大英呢 他是中国的红三代 叶挺的孙子 但是呢 叶大英呢 他应该呢 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红三代 这次中国的大灾难 他是公开发声 支持方方 支持公开真相 这个呢 在中国的红几代里 是比较少见的 叶大英 他在自己的微博里也说过 他说呢 很反感被人统称为红几代 他说呢 现在的红几代里 好人坏人都有 改革开放以后 更有不争气的后代 摇身变成资本大鳄 他们背叛 本英从属的阶级本性 成为新一代权贵 招致老百姓的愤恨与唾骂 对这类人 我也嗤之以鼻 他还说呢 我的家庭跟权利和权贵无关 我也不认为和他们是同类 所以呢 叶大英呢 应该是个不太一样的红几代 但是呢 不管是红几代吧 狗哥呢 对这些红色家族啊 兴趣不是很大 所以呢 对叶大英呢 也不多说了 狗哥呢 今天重点说一下郝海东 刚才这个网文说了 郝海东这段时间呢 是在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他公开支持方方 然后呢 又遭到了大批中国爱国战略 小粉红们的围攻 但是呢 这些小粉红们 恐怕他们都不知道 郝海东在当年呢 有一个外号叫好大炮 现在很多网友呢 都知道任志强 任大炮 但其实郝海东的 这个大炮的称号啊 比任志强呢 要早得多 所以呢 小粉红们的遭遇啊 大家就可以想象了 这段时间呢 他们一直在微博上 在围攻郝海东 但是呢 也在遭到这个大炮的炮轰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郝海东在几天前 晒他的豪宅啊 这看上去真的是 非常好的海景的别墅 他晒这个呀 就是要刺激一下 中国的这些个爱国粉红们 结果呢 就有粉红跳出来说蓝天白云花园泳池 谁给你的这一切啊 这个粉红的意思是说呢 郝海东呢 你应该感谢国家 是中国强大了发展了有钱了 那你郝海东呢 才能住上这么好的别墅 但是呢 这郝海东呢 马上就对回去了啊 我爹我娘我自己 郝海东自己挣的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狗哥认为啊 这个呢就是对中国爱国战的小粉红闷的 非常正确的姿势啊 所以呢 呃 正在看这个影片的网友呢 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去这个微博上支持一下郝海东 因为中国的大炮真的是太少了 而且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 十几年里啊 应该呢 肯定还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大家真的是应该珍惜一下 支持一下 那影片刚开头 狗哥提到的那篇网文呢 最后呢 是给这个50后 60后 70后 做了盖棺定论 认为这几代中国人啊 正在被时代淘汰 现在的中国呢 已经是爱国战狼 小粉红闷的天下 狗哥认为呢 这个定论啊 就充分反映出来 这些粉红闷的无知 特别呢 是对郝海东 他们完全没资格这么说 那郝海东 这个中国的网友们 应该都知道 他是踢球了 1990年代 一直到2000年初 他呢 都是这个中国国家队的主力前锋 在郝海东的时代 这个中国男足啊 中国足球在亚洲呢 应该还算是第一集团 可以跟日本啊 韩国啊 伊朗啊沙特啊 这些国家呢 可以掰一下脚腕 但是现在呢 2008年奥运会之后 中国呢 越来越厉害了啊 中国呢 也出了一个 喜欢足球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 但是中国男足 为什么现在反而是堕落到亚洲三流水平了 提格马尔代夫都心惊胆战的 所以呢 这个在爱国战狼小粉红们的时代啊 现在这个时代 中国男足呢 已经堕落到亚洲三流水平了 那还有什么理由去嘲笑亚洲一流时候的中国队的主力前锋 郝海东 而且呢 郝海东呢 他之所以有一个绰号叫大炮啊 主要原因就是呢 他敢对中国足球管理部门开炮 十几年前呢 郝海东就曾经提出来 中国足球呢 必须要走这个真正职业化的道路 要摆脱政府官僚的控制 要建立真正的这个职业联盟 还要建立球员的工会 而且呢 这个最近恒大队开除于汉超的事啊 郝海东呢 又对恒大的老板许家印开炮 要求徐家印尊重跟球员的合同 大家看郝海东说呢 违法但不是犯罪 更不是刑事犯罪 至于对归呢 那是加法 解除合同没问题 拿钱 拿违约金啊 是恒大给于汉超拿 而不是于汉超拿给恒大 那恒大的老板许家印 他是中国很有名的富豪 但是呢 郝海东敢向他开炮啊 替别的人去讨一个公道 而且呢 郝海东呢 他也不是乱开炮 是要求俱乐部呢 能够尊重合同 尊重法律 这些呢 都是完全正当的 所以呢 狗哥认为啊 郝海东这个人很难得 他有正义感 敢挑战政府机构 也敢挑战资本大老板 而且呢 不是乱开炮 在这些事情上 所有的事情上 他都是有理有据的啊 所以呢 狗哥呢 是很赞成 很认可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啊 在中国的网络上 是遭到这个疯狂的围攻 大家看郝海东今天发的微博啊 涉及到这个武汉的李文亮医生 有网友就留言 说李医师这个世界多荒诞啊 写文章说话的方方 梁彦平 王小妮 正被架在火上烤 而你的领导 害死人的蔡莉 却什么事都没有 至少在网上没看到 有什么调查组 高调回应 会调查他 然后郝海东呢 就转发回应 说这个脑残 喷子 五毛 小粉红 苍蝇和群们 你们的爱国情怀去哪了 为民请命去哪了 虽远必诛去哪了 见了当官了 比爹妈还亲 你们这帮奴才太监 郝海东呢 他完全有资格 这么批评 中国的这些爱国粉红们 狗哥呢 经常说呀 自己做不到 或者说呢 不愿意做的事呢 也没有理由 要求别人去做 另外呢 在批评这个弱者之前啊 大家呢 要想一下 自己有没有批评过强者 如果自己呢 不敢去批评强者 那去批评弱者 完全没有意义 郝海东 他是炮轰过中国足协 中国足球的这个 政府管理部门 炮轰过足球界的大老板 那这些呢 都是比他强太多的人 可以决定他的职业命运 可以决定他的收入 那郝海东敢批评这些强者 所以呢 他完全有资格在这个 呃 公共话题上去批评中国的这些粉红们 其实呢 中国网络上啊 这些爱国粉红们搞的第二次文革呀 这种势力呢 比郝海东呢 也强太多 那反过来 中国的这些粉红们有没有资格去批评郝海东 当然了 他们有针对郝海东发表言论的权利 但是呢 狗哥希望啊 他们在攻击郝海东 在攻击方方 在攻击叶大英之前 是不是能够想一下 自己敢不敢公开批评武汉市政府 湖北省政府啊 狗哥在这又不说这个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了 如果中国的这些政府的做法 你们都不敢公开批评 那你们攻击郝海东 攻击方方 攻击叶大英 还有什么意义 是不是就是真的勇敢 真的很厉害 还是说呢 只能是欺负弱小 其实现在的中国呀 让狗哥感到最悲哀的一个事啊 就是像郝海东 像徐晓东这样的人 在公开话题上公开发声 郝海东他是踢球了 徐晓东呢 是打拳的 人家都是搞这个竞技体育的 跟公共话题 公共议题 按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 那在正常国家 在现代文明社会 都是哪些人 主要在这些公共话题上发声 主要是媒体 是记者 NGO 是这个政治上的反对派 根本就轮不上这个体育界 演艺界的人来说话 来发声 但是呢 在中国现状的就是这样啊 公开的这个政治上的反对派 根本就不存在 新闻媒体呢 都姓党了 都成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 NGO都被打压了 律师 很多人呢 都被抓起来的 剩下呢 也都不敢说话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声音最大的 在公共话题上 在公共议题上说话的 发声的 在普及常识的 反而是踢球的 是打拳的 狗哥真的认为 这个呢 是中国很悲哀的一个事 而且呢 以后这些 这个 不务正业的 在公共话题上说话的人啊 肯定呢 慢慢的也都会 被粉红们消灭 那当一个国家 变得只有一种声音了 粉红们是不是就真正幸福了 最后呢 狗哥就祝这个后浪们好运吧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